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5月11日 那 今天是6月11日 那说好的 30天挑战呢 终于到了 这30天 那今天呢又接到了不好的消息 我们还要 FMCO再延长多两个星期 好,那废话不多 所以要先来总结这一个月 我得到了什么 那其实这一个月里面呢 减之下来呢 最大的好处就是 人越来越精神,然后 体力也充沛 那在这30天里面呢 我成功了减了4公斤 然后呢,我的 内脏脂肪也 从10层减到 8.5层 那我还要继续努力 那体脂肪呢,从之前的 20%呢,现在已经减到 18.5 那目标是15% 还要剪掉 一些油 那好,这次的 这一个月,这个FMCO的 这一个月呢,我觉得 还过得非常 挺有意思的 就拍了很多 视频 然后也学到很多新的简介 那我希望呢 接下来大家都可以 很快的得到 疫苗的注射 之后呢,我希望很快 我们大家就可以回到 原来的生活 好不好 那大家一起加油 Bye Bye